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又到了每月最愛的時候 今個月我們的食物系列要重出江戶 我知道,我正在減肥 但是減肥也要吃東西 吃少一點就可以 今天跟大家介紹的食物 全部都是真心推介 超級無敵好吃的 我們現在由第一樣開始 話說有一天我在討論區 就是大家在討論最好吃的燒賣 這類型的燒賣對我來說是有魔力的 我會看完所有的留言 看看大家覺得好吃的吃過沒有 我發現有兩款都是高討論度 但是我沒試過的 我就衝過去買來吃 有一款是鯊魚燒賣 大約四十多元一大包 另一款是國錦記的燒賣 都是四十多元,但只有二十四粒 那時候我買了鯊魚燒賣 就覺得不外如是一般 在SOGO那裡可以買 然後國錦記因為太貴 我就沒買到 誰知有一天我在長洲走來走去的時候 發現原來國錦記是在長洲那裡有店 所以我覺得這麼有緣 當然要買來試一下 要不試,一試就馬上愛上了 就是這一包了 它的包裝就是這樣 小小包,然後上面有一個擠位 所以如果吃不完 就可以把餅魚燒賣 也挺細心的 裡面附送了兩包的甜醬油 和兩包的辣椒油 所以它都是預料你不止吃一次的 那我為什麼會這麼喜歡吃它呢? 它是我吃過魚肉燒賣裡面 最重魚肉味 最沒有麵粉感的燒賣 所以它是一定要蒸才好吃的 不要拿去氣炸 如果你拿去炸的話 我覺得炸一些比較麵粉的 才會有那種脆脆 如果炸這種魚肉燒賣 你炸完出來很硬的 推介大家用來做早餐 即是一流 而另一個早餐之選 就是手上這包的台灣蔥肉餡餅 之前我在HKTVmall 就買了這一款 都是蔥肉餡餅 都是台灣製造 我覺得一般一般 所以我吃來吃去都還有三塊剩 但是我上網就看到有人說 這個包裝是很好吃的 我本著一個不給多一次機會的心態 就買了它 發現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HKTVmall這一款 它是比較像蔥油餅之類 所以它的皮是比較厚的 其實裡面也有多餡料 但是不夠juicy 另外我最近買很喜歡這一款 它是像那些生煎包的樣子 它的皮很軟軟軟 煎完之後是爆汁的 而且一看都看到它是比較小粒 所以就算吃到兩三塊都不會太飽 裡面的餡料我覺得是適中的 不是特別多的 但是它就有那種juicy爆汁的感覺 真的很好吃 然後配煎餡餅的最佳拍檔就是這個辣椒醬 我是為了吃餃子或者餡餅類 就特意買一個辣椒醬 因為辣椒油配燒賣的是好吃的 但是餃子這些辣椒醬我覺得比較好 這一款是月和醬圓的辣椒醬來的香港製造 我自己很喜歡這些辣椒醬 有那種甜甜辣辣的味道 不只是一味都在那裡辣 我覺得很喜歡 大家都可以試試這個配搭 你以為食物就這樣完呢?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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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知道我不是特別喜歡吃零食 但是這一陣子可能去到五點多的時候 肚子會覺得有點空虛 想找些東西咬一下 我就發現了一個非常好吃的零食 這一包是我在iHerb買回來的果乾 一包裡面大約有三十多粒左右 其實就是這個大小的 有點像那些花茴大小的 裡面沒有再加任何糖分 所以甜度是來自生果本身的 我看到它吃六粒就有110個卡路里 通常我下午都是吃兩粒 過下口響我就夠了 我覺得它的口感很飽滿 不是吃到提子乾一粒一粒噴下去 完全沒有感覺吃了很多 這些你真的吃兩粒 你咬一下咬一下那個甜度 就會整個人很滿足 有那個士氣繼續做事 不然那個人會很頹 做到一半 所以它最近是榮升了我最喜歡吃的零食 分享完我喜歡吃的零食 不如跟大家說一下小吉和Chopper 最近超級喜歡吃的零食 這些是冷凍了的鴨空肝 來自一間IG購物的 雖然這一包是他們寄給小吉和Chopper試吃的 但我真的超持平的 跟大家說 我從來沒有看過小吉對一個零食這麼瘋狂 大家羊貓都知道 貓是那些性格 不是你想給它 它就一定會應酬你的 而這個零食 我沒有看過小吉 是由早上到晚上 都會抱著我們 會不會走過飯桌 因為它放在飯桌 一經過它就會馬上跳過去 會瘋狂地抱著你 然後捏它 上面是有小吉捏的痕跡 這裡 這裡 還有這裡 是有那些孔孔 是小吉想著自己咬開 想著自己吃的 它聞下去 是那種像泰國買回來的肉鬆味 超香 基本上我們每天餵都好 這裡已經餵了超過一個月 還有三份一包 我一定一定會回購的 因為我真的沒見過小吉 這麼喜歡吃一個零食 所以想跟大家推介一下 可能這裡也有很多貓爐、狗爐 有興趣也可以試一下 人和貓的食物都分享完了 然後就想跟大家分享一支 夏天超級好用的洗頭水 之前我在冬天的時候用 我只是覺得它一般 因為它不是特別保濕 但是夏天來 然後頭髮 有時候出一天街 現在天氣超熱、超濕 超濕 真的回到家 頭髮很濕 很不喜歡那種感覺 這支洗頭水洗完 整個人超清爽 包裝非常簡約 是韓國製造的 一支只有300ml左右 撕出來是透明的 有點像洗手液那種感覺 它聞下去是有種很清新的草本味 用下去的時候 你不會覺得頭爐個滑熱 就是手ya黃立 即是手感覺一滑捲 快停 不會 因為它裡面沒有Ch adhesive 所以不會有那種假潤的感覺 例如我的頭髮這樣 雖然夏天比較黏,洗完很清爽 但它很乾,受損也是一個事實 所以用完它,我一定要用髮膜去代替護髮素 所以他們給我的護髮素,我覺得是不夠力 但如果你沒有我這些18歲就已經染髮的人 可能你的頭髮沒那麼受損 他們的護髮素也會夠用 但對我來說就不夠了 之後就想跟大家分享這支潤唇膏 好,牌子就是這個小物體 這支是一個觀眾小妹妹送給我的 通常我和大家面交給我的時候 大家都對我很好,會送小禮物給我 我也覺得很開心,很窩心 但大家以後不用特意去買東西給我 我真的有很多東西可以用 這支其實是我以前讀書的時候 都有用過,都是紅了一陣子 但我一直都沒有買過 這支小妹妹送給我之後 我剛好用了晚上的唇膜 我就用了它來做晚間的唇膜 發現很好用啊 頭兩三天我厚敷它之後 你會發現死皮軟化了,很容易抹脫的 然後你繼續連續用 它就沒有那麼多死皮 之後慢慢就可以不用厚敷了 中薄層就已經夠了 還有我試過半夜起床 你會發現它是沒有吸收到的 它那一層依然是在嘴上 可以做到一個保護的作用 而且用了它之後 你會發現日間想擦潤唇膏的浴望 是沒有那麼頻密的 所以它真的滋養到嘴唇 很開心啊 化妝品方面 其實我六月就沒有買新的 除了Gmarket那些 我已經拍了一條影片 就不在這裡說了 但是我想跟大家分享 我最近收到一個公關品 我真的覺得很漂亮啊 它裡面是一個唇膏 一套裡面是有九支的 就是一個韓國的牌子 叫做Mersey給我的 之前他們寄過一個霧面的唇膏給我 是很好用的 我到現在都經常用的 今次就不是霧面了 它是亮面的 今次這款Dulway Teens 我覺得它的包裝很夢幻 尤其是這個蓋子 我覺得很可愛啊 塗了出來 它是很亮面有光的感覺 你看到是很透薄 不是一個很實色的顏色 所以塗上嘴 它不可以完美地覆蓋我本身的唇色 大約遮到六七成左右 但是我用了兩天左右 我發現它是不會黏黏 而且它是有染唇效果的 我現在塗了大約兩小時左右 是完全不會染在手上的 所以它是可以做到不沾杯 或者你吃完東西喝完水 它還是保持有唇色的效果 它的味道是有那種M&M巧克力豆的味道 我不是特別喜歡的 味道 但是它的效果是不錯 現在其實已經不是最亮亮的效果了 我可以補一次給大家看 我今天用的是DT2號色 你們看到它是完全不黏黏 是有光澤的唇彩 是算很難得的 它的染色力很厲害 你看到剛剛那一刻 然後就抹不掉了 它已經吃了橙色在裡面了 這件事就很個人喜好 我知道有些人很不喜歡染色的唇膏 但是我自己畫好了 因為我更加不喜歡一脫口罩 讓大家看到我原本的暗暗沉沉的唇色 我很追求這種紅潤感 所以就是這樣 如果你們想看完九隻顏色的試色 我就會放在IG 因為今天的影片好像也有點長 所以今天的六月最愛的分享 就來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按LIKE和訂閱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片 逢是綠眼雙片 日間就12點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掰掰 掰掰